5月17日,香港特区政府发表2019年第一季经济报告和2019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最新预测。 报告显示,今年第一季,香港GDP按年增长0.6%,较上一季1.2%的增幅为慢,本地经济气氛省省。 但此经济表现在预计之内,故2019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依旧保持在2%至3%。 香港特区政府经济顾问欧熙雄表示,香港首季经济增长表现较为疲软,受多方面因素影响。 首先是,受环球经济环境、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相关不确定因素所扰,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度进一步减弱,内部需求已欠缺动力。 其次,去年同季的比较基数较高,当时经济强劲增长4.6%,因此,今年首季经济增长表现在预计之内。 近日,美国宣布提高对来自中国内地约2000亿美元进口货品的额外关税势率。 欧熙雄称,目前中方已公布实施反制措施,中美双方也一再表示会继续谈判,不必过分担忧。 若双方可在短期内达成贸易协议,将有助于降低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,亦会提振环球经济气氛。 中美贸易磨测制造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,影响到很多环球的气氛,影响到投资的决定。 所以这方面牵涉的层面或者环节,就不单单局限于在贸易方面。 比如说我们的私人消费开支,我们的消费意欲难免都会受到这些外部的不明朗, 因为它也影响到经济前景的问题,这也影响到我们的消费信心在那里, 甚至乎可能都会影响我们游客来香港消费的情况, 如果中美贸易的谈判在短期内取得一个协议的话, 我们相信下半年那个经济会进一步改善的, 所以就在现阶段就无需太过悲观。 这个时刻我相信将这个经济预测定在2-3%是合理的。 欧西雄义表示,今年以来外围环境出现了部分正面发展, 包括中国内地经济表现适合预期,亚洲新兴市场经济整体维持稳健, 早前环球金融市场气氛改善等,均释放出积极信息。 此外,受防港旅客人次飙升之时, 香港手机旅游服务输出进一步文件增长。 劳工市场方面,经济界性调整的失业率已维持在2.8%, 依旧是于20年来的最低水平。 对于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, 欧西雄表示,经济的短期前景有很大不确定性, 将密切留意中美贸易摩擦的进展。 若中美贸易摩擦未能在短期内舒缓, 香港经济将难免面对较大的下行压力。 特区政府会密切注视外围形势, 若有变化将于今年8月份的复减中进行调整。 在通胀方面,报告称, 短期而言会维持温和。 今年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, 均维持在2.5%。 感谢观看,